我要实名举报我的父亲刘 真是惠人三观 亲生女儿竟然实名举报自己的亲生父亲 在他十二三岁的时候 强奸他两次 并且进行多次的猥胁 这得多么大的无助和勇气 才选择了实名举报 在网络上寻求帮助 其实我头几天就看到了这条消息和新闻 我当时的第一感觉 这又是一个在炒作这个疯子 等我进入他这个主页 看了更多的消息的时候 被他发布的图片震惊了 这孩子这得遭多大罪 我也从头到尾听了他的诉说 开始他的爸爸强奸他以后 想告诉他你要敢说 我就把你扔下楼下摔死你 本来想着和奶奶诉说一下寻求帮助 结果按他的描述 这个奶奶也不是个什么好玩意儿 简直是个十恶不赦的妖婆呀 不但不管他这个儿子 还出言侮辱他的孙女 还有啊他提的那个大姑也不是杀好鸟 这都什么人家啊 说他们是个畜生都是青的 这绝对是把这个孩子逼到揍头 无路了才选择实名举报 有人说呀 女儿是爸爸的情人 这个畜生真把自己的女儿当情人了吧 我这几天也没发这个事情 我是多么希望出现一个大反短 说这个女孩啊 就是为了博人眼球 自鞭自走的 这样我还能平复一下心情 这个刘姓的女孩 他的父亲刘某某已经被警察逮捕了 案件呢 已经送到了检察院起诉 这个孩子在视频当中也表示了啊 这个刘某某在1月19日被警方逮捕 目前当地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但是具体案情尚不方便透露 此外当地的复联呢 也介入了 为这个孩子进行这个心理疏导 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 看来啊 这个事情是真真实实的 发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要我说呀 别等检察院了 发院了 老天爷就得收了他们这一家人 人家虎毒尚不识子 向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手 但凡心里还有那么一丝丝一点点的人性 都做不出来这种事情 想都不敢想这个事情了 这个刘某某真是一个禽兽当中的败类 人渣当中的人渣 现在一个18岁的女孩 不惜抛头露面 实名出境 代价有多大 大家想想 就目前这个孩子 正在等待法律的公正裁决 最后我希望这个孩子 未来能够过上快乐阳光的生活 那么大家对此事有什么看法呢 希望大家评论区讨论 感谢观看